运镜揉捏细细烘焙 面包师傅吴宝春 以这款酒酿桂园面包 一举夺下世界冠军 夺世界面包大师个人组冠军 曾风光领奖 如今却陷入统独争议 一路走来可说是相当不容易 吴宝春是屏东内普克家人 得到世界面包冠军后 在高雄开了第一家面包店 接着到台北展店 最近进军大陆 上海店面即将在下周正式开幕 主力商品上 比如说桂圆然后荔枝 这个部分是不会变的 那其余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 用他们当地的一些材料来制作 吴宝春当初其实想念政大 却因为只有国中学历遭到拒绝 后来新加坡国立大学开放特例 吴宝春才取得EMBA硕士学位 而这次在上海开幕的新店面 就是与新加坡上市公司 面包物语合资成立 一颗桂圆面包卖95元人民币 你有没有觉得舅舅委屈 怎么样的委屈 原本前景看好 却因为统独风波 无端受到牵连 一路认真打拼的吴宝春 只能乘着以对 努力面对困境 记者张春华 顾上军 屏东报导 都会有什么 对 原本